好 现场消息带大家去宜兰的乌石港 因为台美台风步步进逼 现在乌石港这里的风浪逐渐明显了 但是还是有人在这里冲浪 现场最新状况赶快请记者林轻易告诉大家 记忆早安 好 现在乌石港这里可以说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现在目前状况是没有风雨的情形 不过现在我们看到海滩上的工作人员 为了应应台美来风的来袭 已经紧急的在收拾海滩椅 还有这个帐篷了 那么海面上呢 现在也大约有四五十名的冲浪客 一早呢他们是赶来 现在都泡在海水里等待风浪 那么也有来看浪的游客 我们来听他们怎么说 就等台风前的浪 对 因为台风还没进来 对 那如果需要冲浪的话 这两天会比较好一点 还有呢我们看到呢 六月底才刚刚启动的这个乌石港游艇码头 现在也大约是有三十艘的游艇慢慢陆续的进到港口 还有这个赏金船 也都陆续的回到了这个港口来进行停泊 那么所有的船只都已经绑好了绳索 来做好防台的戒备 那么以上现场最新情形将时间还给棚内 谢谢大家